你们口中的墨记者 截图旅行者成都车展 已经正式开启预售了 但是我发现好像有一些网友 不是很买账啊 有说价格贵了的 有说不够越野的 还有呢喷双离合的 那截图旅行者他到底怎么样啊 先说说我的看法 首先亮明观点啊 我觉得这些观点呢 绝大多数都是有那么点 吹毛求疵的感觉啊 可我也太敲剂了 先说说很多人喷的这个 承载式车身 我看了一下是智利 咱们这都已经是2023年了吧 路虎新卫士也已经上市三年多了 居然还有人把贷不贷大梁 作为评价一台硬派SUV的核心指标吗 那按照这样的逻辑啊 哈佛H512万多贷大梁 哈佛猛龙16万多不贷大梁 坦克30020多万贷大梁 路虎卫士60多万又不贷大梁 那你能说哈佛H5比哈佛猛龙好 路虎卫士不如坦克300吗 其实路虎卫士的选择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因为现在质量好的承载式车身 它的整车的扭转性能呢 其实是要超越一般的大梁车身的 比如路虎卫士 节度旅行者 它的官方的扭转刚度都是 3万牛多米每度 而坦克300呢 这个数值也就才2万8 而且呢 根据美国IHS的官方统计数据 因为这种大梁车啊 它的底盘还有坐舱 它的车身强度呢 不是很均衡 虽然底盘的强度确实更高 但是在单车事故中啊 它的表现反而是更差的 特别是侧翻事故啊 比承载式车身 其实安全性呢 并没有更好 再来看看锁纸机构 从硬件的锁纸机构的配置上来说呢 旅行者和坦克300 确实是有差距的 主要就是前轴啊 没有锁纸机构 只有中央差速锁 还有后轴的一个电子锁 那可能应付不了一些 极限的路况啊 但是从旅行者实际的测试视频来看呢 应付绝大多数场景的这个路况 肯定是没问题的 对于担心电子锁不如机械锁的 那不妨去看一看比亚迪爆五 你看人家40多万用的也是电子锁 至于担心双离合的 那早期啊 双离合确实口碑不是很好 但是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完善和发展啊 包括奥迪还有奇瑞在内的很多国产车 都是大规模的去使用双离合变速锁的 奇瑞呢 它还搞了一个整车的终身之宝 所以没有必要给双离合去贴标签 那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价格 预售价14.09万起售 四驱版呢 是16.09万起 但是如果你看一看 加上优惠之后啊 实际的起售价是只有 两驱13万朵 四驱15万朵 比大狗稍微贵一点 但是你要知道 单单流转刚度这块 旅行者就比大狗要高出了三分之一 总之啊 13万出头的价格 造型够帅 车身强度够硬 动力系统呢 成熟可靠 智能化配置呢 也很丰富 15万多还能买到四驱版 能够应付 绝大多数的旅行场景 我觉得这些就足以让旅行者 吸引到很多的 倾度越野的爱好者 当然了 想要抢占这块市场 我觉得截图还要速度再快一点啊 特别是在混动技术这一块 那这次一起预售的哈佛猛龙呢 就是靠着混动系统 抢了不少的风头啊 那如果是你的话 12、3万的预算 你是买大狗还是旅行者 16、7万的预算 你是会选旅行者 还是哈佛猛龙呢 一起聊聊吧 有趣有料 欢迎关注汽车天涯